各位新老朋友,感谢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我们来聊聊商朝的历史 商朝是夏朝之后的第二个奴隶王朝 商朝之所以能够击败夏朝 追元素本是夏朝的创始人夏起就没有带好头 起之后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大批暴君 特别是自从孔甲继承王位之后 自此就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之说 使得人民怨恨不已 诸侯国也发生反叛 等到他的儿子夏捷继承王位之后 各国诸侯王已经拒绝前来朝见夏王 夏王朝已经失去对诸侯的统治能力 对外,许多少数民族的不断侵略 使得整个国家处于混乱之中 面对这种情况 夏捷依然沉溺于全马声色之中 过着娇奢淫逸的生活 就这样,他渐渐完全失去了百姓和诸侯国的支持 在夏朝逐渐衰落的过程中 在黄河流域的商部落却逐渐的强盛起来 商部落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十分迅速 为了能够扩大部落的领土 掠夺更多的奴隶和财富 在商汤继承王位之后 便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放到发展国家上来 并暗中筹划灭亡夏朝 公元前1600年 商汤正式地对夏捷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商汤拣选凉车七十成 六千名死士联合各方国的军队 绕道到夏都以西 出其不意,突袭夏都 夏捷仓促应战 吸出巨汤 同商汤军队在明条一带展开战略决战 在决战中 商汤军队奋勇作战 一举击败了夏捷的主力部队 夏朝的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 夏捷眼见大势已去 便率领着少数的军队向东逃跑 为了能够彻底消灭夏王朝的残余势力 便率领军队一路追赶夏捷 很快便占领了夏朝的都城 夏捷被俘后也遭到了流放 在绝对势力的压制下 夏朝移民都愿意臣服在商汤的统治之下 在安抚好夏朝的移民之后 他便在夏朝的首都举行的祭天仪式 向夏朝的人民说明 他们是按照上天的意志来讨伐夏捷 正式地宣告了夏王朝的覆灭 商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1588年 在位12年的城汤去世 由于长子泰丁早已去世 王位由次子外丙继任 名向伊颖辅政 公元前1585年 外丙在位三年后去世 王位传给弟弟众人 公元前1582年 在位四年的众人去世 在三朝元老伊颖的支持下 由泰丁的儿子泰甲继位 泰甲继位初期 听从伊颖的建议处理国事 商朝国力蒸蒸日上 伊颖也接连写了四命 祖后几篇文章 教导泰甲成为先祖那样的明君 但在继位三年后 泰甲便开始我行我素 不将伊颖放在眼里 任意发号施令 暴虐百姓 伊颖将其放逐至 商汤墓地附近的铜宫 希望他能深刻反省自己 史称伊颖放泰甲 泰甲在同工三年 深刻反省自己过往的错误 便改变自己 伊颖见泰甲之错 将他迎回波都 还挣给他 而泰甲也确实痛改前非 制定了许多立国立民的政策 诸侯都来朝见他 公元前1570年 泰甲去世 其子沃丁继位 沃丁继续以伊颖为相 商朝整体国事呈上升态势 公元前1550年 五朝元老伊颖去世 商王沃丁以天子之礼 将其葬在博都 与承汤共同享受祭祀 公元前1541年 在为29年的沃丁去世 传位给弟弟太庚 太庚是商朝的一代明君 在位期间 严格履行承汤法治 使得商朝进一步强盛 公元前1516年 在为25年的太庚去世 传位给儿子小贾 小贾在位17年 传位给弟弟拥挤 从拥挤开始 商朝开始衰败 此人在位期间昏庸无道 残害忠良 国将布国 公元前1487年 在位12年的拥挤去世 传位给弟弟太悟 太悟为挽救颓败的商朝 先是启用了名相依影的儿子 一致担任国相 后又任用乌贤辅佐朝政 乌贤在处理政事方面很有天赋 写作贤爱和太悟 在医治和乌贤的辅佐下 本已开始衰败的商朝再次兴盛 诸侯再次开始朝建商王 史称太悟忠兴 太悟在位75年 是商朝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 公元前1412年去世后 王位由其子仲丁继承 从仲丁开始 商王朝开始频繁迁都 国力也再次衰败 仲丁将国都从博迁到了 宵津河南郑州 王位传承也开始动摇 他的兄弟和儿子们 为了继承王位大打出手 造成商朝九世混乱 诸侯都不来朝见 史称九世之乱 仲丁之后的八位商王 分别是外人 他是仲丁之地 何胆甲 他是仲丁外人之地 足以 他是何胆甲之子 祖心 他是足以之子 卧甲 他是祖心之地 祖丁 他是祖心之子 南庚 他是卧甲之子 仰甲 他是祖丁之子 直到盘庚时 才结束了混乱 盘庚是祖丁之子 仰甲之地 他继位后 为了赢得百姓的支持 将国都从黄河以北的眼 也就是经山东屈腹 重新迁回了伯 但不久之后 又迁都于阴 史称盘庚迁阴 这也是后世称伤为殷伤的原因 盘庚在位期间 推行殷伤时期的政令 从此百姓安宁 国家富强 国势也再度振兴 诸侯再次来朝见商王 盘庚也被成为忠心之主 公元前1272年 在位28年的盘庚去世 其弟小新继位 小新不是有为之君 商朝再次衰败 公元前1262年 在位10年的小新去世 弟弟小乙继位 小乙在位期间 征伐东夷 鬼方 力图挽救 衰败的商朝 为了能让继任者 体谅民间百姓的辛劳 小乙让儿子武丁 去民间生活了一段时间 公元前1250年 武丁继位 他早年的经历 让他深知百姓的不义 所以在位期间 兢兢业业 历经图治 决定振兴祖业 他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 担任宰相辅佐朝政 同时在理论和制度上 加强中央集权 对外则频繁用兵 打击清袭商朝区域的朔方 土方 鬼方 枪方等国 俘虏了大量奴隶 极大的拓展了 商朝版图和势力范围 促进了中原地区 与周边部族的经济 文化交流 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主 公元前1192年 在为58年的武丁去世 其子祖庚继位 祖庚继承武丁一制 积极开拓 遵行礼制 是一个积极 孝涕的君主 在他统治期间 商朝政治经济和国力 都非常强盛 公元前1185年 祖庚在位八年后去世 其弟祖甲继位 祖甲也曾在民间生活过 了解民间疾苦 继位后就限制大大小小的贵族 对平民的掠夺 甚至修改汤行 用言行法来限制这些不孝子孙 他也因此遭到贵族的嫉恨 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公元前1162年 在为23年的祖甲去世 其子领星继位 领星在位期间 枪方重新崛起 旅饭商朝 领星率军出征 却未能将枪方彻底灭绝 几百年后 枪方参加了周五王领导的灭商之战 公元前1150年 领星的弟弟耕丁继位 耕丁与哥哥面临同样的困局 无法解决枪方的骚扰 在为三年后去世 公元前1147年 耕丁的儿子无以继位 无以在位期间南征北伐 力图挽救颓废的商王朝 但收效甚微 而且他生性残暴 贪与享受 是一位残暴的君主 他统治时期 曾接见周部落的首领继力 公元前1112年 无以去世 其子文丁继位 文丁原本想利用周部落的继力 替他脚平周边的蛮夷 结果继力趁机发展 壮大自己 文丁对周部落忌惮不已 以封赏的名义将继力诱杀 而继力的儿子便是西伯侯姬昌 商周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 公元前1102年 文丁去世 其子帝乙继位 帝乙就是昼王的父亲 帝乙继位后 商朝的国士已经趋于没落 东方的宜人部落趋于强盛 不断侵袭商朝后方 帝乙迁都昭戈 并展开一系列征伐 公元前1076年 帝乙去世 其子帝兴继位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商周王 他也是商朝最后一任君主 帝兴继位后 商朝国士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但他在商朝内部进行改革 动摇贵族权益 同时派兵向东征讨来仪 自己则率军向南攻打九苗 将商的势力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 公元前1046年 早已壮大的周部落 趁此机会起兵伐商 帝兴仓促之下 只能放出囚徒和奴隶作战 这些人在战场上临阵倒戈 导致商军大败 帝兴在露台自焚而死 至此 传554年 历经三十一王的商朝灭亡 周朝建立 姬子朝鲜 商朝灭亡时 商朝王室姬子不想臣服于周 于是带领部分英人北夷 建立了朝鲜国 史称姬氏朝鲜 西汉初年 燕王鲁婉部下魏满 消灭姬氏朝鲜 建立魏氏朝鲜 此外 朝鲜半岛的陈国为商国 姬子朝鲜灭亡 宋国 周武王分封诸侯时 仍然封咒王的儿子武庚于阴 以奉其宗赐 武王死后 武庚叛乱 被周公杀死 令封魏卷入叛乱的 曾祥周的咒王的树兄威子 起于商朝旧都商丘 建国好宋 以奉商朝的宗赐 在周朝 宋国也常常自称商 战国时公元前286年 宋王于其 三奸之乱 商咒王的儿子武庚 年轻时聪明好学 周武王率领诸侯联军 攻打商朝都城昭歌 商咒王自焚而亡 商朝灭亡 但是 周武王为了安抚商朝百姓 继续保持殷商的祭祀 并没有杀光商朝的皇族和贵族 分封了一些商朝的贵族 其中就有武庚 周武王把他封在了商朝 原来的都城昭歌 目的是安抚殷商的旧部 防止他们造反 同时 避免武庚造反 周武王在昭歌周围 分封了三个小国 贝 雍 魏 这三个小国 都是由周武王的弟弟 管叔 蔡叔 霍叔担任国君 任务就是监视武庚 防止他作乱 阴王第四年 武王驾崩 成王年幼 武王的哥哥周公淡 代表国王掌管国家大事 对此 管叔 蔡叔不满 造谣周公遇篡位 并与武庚勾结造反 周公 赵公 为了保护周江山 率军东征 攻打昭歌叛军 用了三年的时间 平定了这场惊天动地的兄弟阴谋 武庚战败被杀 周公杀了官叔 放了菜书 贬了货书 武庚之乱后 早期的周统治者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分封亲属和以翻平周的重要性 在武王分封的基础上 周公和成王再次大规模分封诸侯 相传周公分封了71个国家 其中53个是姬姓子弟 他们都是文王 武王 周王的后代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